美国的新任总统正式走马上任了 这场就职典礼之后 全球股市怎么来反应的 我们来看到目前今天开盘的亚洲股市最新表现 现在看到在日本 日本股市间部分开高 维系在高档 目前上涨252点 两万八千七百七十五点 涨幅现阶段百分之零点八 而至于在韩国股市部分 目前也维系在红盘的表现水位 涨幅百分之零点五 三千一百三十一点 现阶段看起来在亚洲股市 对于这个美国的新总统上任 今天指数是开高的 好那至于台北股市在今天该怎么来掌握呢 节目上我们先请到专家 请到陈生文伟杰 伟杰早安 十分早 各位官方大家早安 伟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今天清晨 其实很多人在关注就是这个拜登的就职 那目前看起来在雅谷部分 找盘是上扬的 对于这个新总统正式上任之后 那当然因为接下来拜登的很多政策 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的指数的走势 那今天这个日韩股市一开高之后呢 台北股市有没有今天被带动上来的机会 因为昨天结算之后是杀低的 今天怎么看行情 好官方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也大涨了 那欧洲股市也是同步的开高 那甚至也收得不错 那今天的日韩股市延续了昨天晚上的交易动能 那持续的往这个高点去做挑战 那当然对于整个台北股市来说 今天的开盘气氛 可能就不会像昨天那么样子的低迷 那么我想其实这个都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昨天的礼拜三是台子期的结算 那这个月的台子期结算之后 就会变得比较特别 因为大概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台北股市就要封关 我们要过农历年了 那所以台北股市当中 外资的期限或的表现状况就非常的重要 那昨天台子期新开仓出来 外资仍然是选择了1.6万口以上的进空单开出 所以看起来外资在台北股市农历年前的看法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偏保守 而且在昨天的震荡行情里面 虽然我们说这个整个台北股市 最近这两三天就是所谓的垃圾盘 也就是撑台积电的一个盘式 但是昨天你把整个台积电的这个涨幅 把它扣掉之后 台北股市昨天是下跌200多点的一个盘式 那么盘中下跌的加速高达将近快950加 所以台北股市的结构 已经来到这边出现了一些震荡 那么无怪乎在外资这边 会选择在现货的部分减码超过200亿 那在农历年之前的减码 其实在短期当中 外资就比较不会再去把它买回来了 那所以换言之呢 今年第一季的行情 可能要等到农历年之后 才有机会再发动 而在农历年之前 可能大家站在台北股市操作的立场当中 可能也要稍微高档停看听 不要再过度的追价 因为毕竟我们今年的农历年的假期 这相对比较长一点点 那如果假期相对比较长 那国外的股市一旦有出现什么样的震荡 其实我们根本反应不及 那当然就像这个去年的年初一样 就是放完农历年之后 其实马上就反映了 国际股市的一个利空状况 让大家出现了一个措手不及的发展 尤其是台北股市 现在又已经来到了历史高点这附近 可能在风险上面 大家在持股上面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风险的一个发生 好 不过我们先来看到 在今天清晨收盘的美股 在美股的部分 这个涨跌 不过在这个拜登正式上任之后的美股短线 韦杰怎么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那从比较长的距离来看 这个11月的这个多方缺口 没有跌破之前 基本上拜登上任的行情 应该是都还维持得住 但是在这一波上涨的行情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楔形上涨的格局 那楔形上涨 只要一旦它回测起涨点 那就是会回测到 这个多方缺口的攻击位置 这个要大家特别留意 那虽然昨天的道琼工业指数 仍然在盘中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是看起来它的走势 并没有像过去一样 这种喷出大涨的一个走势 那拜登上任之后 他的政策也都已经市场上都知道了 所以可能在充分力多 都已经反映的过程里面 这个市场上就比较没有什么新鲜事 除非在拜登的政策上面 有一些些出乎市场上预料之外 大力多的调整 否则在指数的部分 我们就要留意一下 能不能够持续的创高 另外在成交量的部分 有没有办法能够往上放大 因为只要没有量就不会有价 任何看到的价 在没有量的推升过程当中都是业障 所以这个是大家都要特别留意 如果说你看到指数一直涨 可是量一直都在萎缩 甚至都没有推升 那回档的速度就有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没有支撑 好 另外我们看到在科技类股 是昨天表现非常强劲的一个族群 那我们看到在纳斯达克指数 竟然在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 他是利用一个多方的强势攻击形态 去进行攻击叫跳空 多方跳空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攻击 同样的那往上攻击之后 同样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多方缺口 短线的支撑就变的是气势强弱的分界点 你竟然有这么办法 有气势能够往上跳 那就不能跌下来 所以如果一旦接下来 你看到在纳斯达克指数是跌到这个缺口以下 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假突破的风险 就很高了 那这个是后续从技术面上大家特别留意的一个重点 另外在费城邦里指数 它是比较特别 在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当中 它是唯一一个指数是收黑的 它是收黑的 那中常是跌在盘下 它在盘下 虽然它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收盘收在盘下 为什么呢 从技术面来解读 它大概就是跟月线的乖离是相对比较偏大 换言之回撤月线的风险越来越高 那半导体回撤月线是不是一件坏事 我个人认为不是坏事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今年的半导体产业走势当中 是确定比其他的产业都相对比较明朗 不管是在晶片的需求 晶圆代工的需求都在涨价 那另外呢 在封测也慢慢的被这股风气给带上来了 那所以在整个半导体的产业族群当中 反而在趋势上面相对比较明朗 利用一个休息的时间点 让它回撤一下月线的支撑不是坏事 因此在费城半导体没有跌破月线 站不上之前都不能说是转弱 当然同样的这个现行就跟台北股市一样 台北股市没有跌到 跌破月线之前 台北股市都算是强势的格局 而且是多方的格局没有改变 只是因为现在距离 台北股市距离月线至少有一千点的空间 这个一旦回档修正 可能大家在心脏上面会受不了 所以才会特别提醒大家 在农历年封关之前 针对于中小型股的卖压 可能会慢慢的比较重一点点 另外从结构图的部分 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标普版你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科技类股在大涨 包含微软、苹果、Google、脸书、亚马逊等等 都在大涨 其中最强劲的是Netflix 因为Netflix它的整个财报预期 是比市场上好的非常多 包含定户的增加 跟整个股票的回购 然后让它整个股票的价值 往上去进行膨胀 昨天晚上一口气涨了将近快十七个百分点 联动的其他的科技全资股 也一直往上喷 另外在半导体的区块表现 就相对比较偏弱势一点点 但是没关系 还好NVIDIA台积电的大客户表现还不错 所以大概在台积电的ADR表现上面 都还相对的比较稳定一些 好另外我们就看到在这一季度 要公布的是2020年第四季 美国标普五百大企业的一个财报的状况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统计图 那这个是季度的这个统计图 所以你看到前面这一根这么长是第三季 去年的第三季 美国财报其实非常的亮眼 因为普遍都预期什么超低基期 然后企业表现不好 但是一公布出来 表现都比市场上来得更好 那第四季也有机会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动能 所以除了昨天拜登宣誓就职 让整个政治的环境比较稳定之外 其实在标普五百企业 在公布财报的过程当中 普遍也都是优于市场上预期来的比较多 所以在整个股市表现上面 就相对的有一些推升 甚至有支撑的力道表现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在季度的财报公布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下股价的这个跟进的一个状况 如果它出现了力多 但是股价不反应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提高警觉 因为它反映出了力多不涨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这一季度的当中 这个财报的表现 我们看到从今年的全年度的预估 我们看到底是哪一个板块有机会 在今年还有机会继续成长 我们就来看下一张图 从这个高盛的板块统计图当中 我们特别留意下 这一框是2020年 那这一框是2021年 这个都是EPS的一个统计的状况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大科技类股 IT产业的部分 它是33到40 也是有机会继续成长 以半导体最凶 另外在消费类型相关的 从8到15将近有倍数的成长机会 另外这个保健类 医疗保健相对比较平稳一点点 那比较重要是在能源类股 能源类股出现了大幅度的喷出 那所以其实从今年的整个 标普500大企业的整个板块分布图来说 大致上就跟去年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提供给大家 拜登胜选之后的选择的逻辑 大概是一样 大概就是金融 能源类股工业板块 然后在这个消费性的 民间消费的这个板块当中 都有机会 所以其实不只是美国有机会 那全球的其他的股票市场 基本上都可以按照这个逻辑 去进行挑选 所以接下来在整个台北股市的 行情当中 除了半导体产业趋势 比较明朗之外 可能也可以朝其他的这些方向 去进行琢磨跟留意 尤其是如果接下来 不小心碰到意外 意料之外的这个回档修正 那你就不要慌 方向就在这几个板块身上 好 不过我们来关注一下 拜登正式九马上任之后 他现阶段提出了几个大政策 好 那这当中跟台湾 比较有息息相关的部分 带大家来掌握一下 包括像是在疫情跟振兴经济 还有我们常常讲的绿能 这三大政策 他的施政三件 我今天怎么看 对于整个台北台湾 台湾相关的台股表现 会有什么样的带动影响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他帮大家整理了 那他们有说这个拜登上任的一百天 要拼几个比较重要的先行 处理美国一些相关的 第一天第二天一周 对他都有计划 所以你就知道拜登这个人 非常非常小心 他好不容易在他人生的 这个晚年的时候 选上了美国总统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为大家服务 所以你看到 签署十七项行政命令 包含像是什么 巴黎西后协定 支持困顿家庭等等等等 另外就是移民法案 另外其实重点是在于新冠疫情 逐步的让民众生活恢复正常 我想其实恢复正常 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把防疫措施做好 什么叫做防疫措施 很简单 口罩该戴的就戴 洗手该洗的 多洗几次没关系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可以让 美国的民众生活变得跟台湾一样 但是因为美国民众稍微的比较自由一点点 他就比较不会喜欢这样的做法 好 所以另外就是说购买美货的部分 要特别留意 那另外就是重点就在于说 经济冲击要如何在短时间当中解消 所以他会有一些些扩大的财政支出 给美国的企业或者是民众 去做一些相关的恢复疫情 或者是恢复自己经济状况的一个举措 另外我们看到在下一张图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得到在整个 在整个美国的股市当中 其实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利多 纾困案的1.9兆 大概里面50%以上 全部都是移转性支付 那后续拜登政府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基础建设的支出这个领域当中 目前拜登还没有提到 他认为我先把整个疫情 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给撑住 后面我们再来讲基础建设的扩增 然后再来带动全部的失业率下降 然后刺激今年的美国经济成长 大概他的目标都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拜登时代来临的同时 很多的民众也会相对比较有信心 也会比较稳定 因为毕竟他就是一个传统的政治人物 跟川普不太一样 他比较不会让人家摸不清头绪 所以未来美国在今年的成长的力道 大家应该是可以期待 好 不过那从今天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期待一些拜登概念股 我们今天就看拜登概念股 有没有表现 因为昨天的台北股市 其实这个万六是昙花一现的 昨天最后开高走低 外资砍了两百多亿 所以昨天基本上就只涨台电一家 台电大概就涨了二十块钱 那今天来看 今天情况目前上涨四十五点 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九点 目前维系在小涨的格局 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 好像我们也没有特别受到 拜登上任的气势的影响 目前排股股市是正常的 今天的行情我已经怎么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行情的部分 现在期货开出来 大概就是差不多在平盘附近做震荡 那我想其实影响也不会太大 那这个是我们先看这个台北股市的 这个指数贡献的一个表现 你看到昨天台积电 在盘中贡献几点 一百七十六点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昨天台北股市 它是下跌超过两百点的盘 你把这一百七十六再加上七十一 不就下跌了两百四十点 快两百五十点 所以为什么昨天盘中的加速 会跌到九百五十加这么多 然后外资会卖了两百一十五亿这么多 原因就是因为昨天的台股 就是跌的盘 它就是跌的盘 那当然接下来你说重点在哪 我们看到在接下来 你看到在台北股市的一些表现上面 会有一些不同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贡献指数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下 但是都过去了 那三大法人的部分 你看到外资卖两百一十五亿 这我要强调 短线当中你要看到在回补 有点难 有点难 要不然它不会在农历年风宽之前 卖了这么多 对不对 好另外这个台积电的整个占比 是来到了大盘的百分之三十五 一档股票 占百分之三十五的成交比重 这个就是过热 这个就是过热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要看到的 选股方向在这边 半导体的上中下游的业者 会是比较明确的产业趋势的方向 另外高股息高值利率股 这个可能要看个别股的表现 这个我比较不建议 我比较建议的是你还是持续留意 半导体的这个相关区块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国泰金的一些相关的统计 昨天很有趣 国泰金公布了一份统计 就是大概上半年 你认为台北股市会落在什么样的 这个范围当中 大部分有六成的民众认为台北股市上半年的高点会落在一四五零 你就一万四千五到一万五千五这中间 相较于现在行情还跌 对还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大概但是这是民众认为 你要知道民众认为不见得会发生 通常都是会不一样的 那另外你看到上半年的台北股市它的低点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当中 有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认为说 上半年的低点会来到一万两千五百点以下 所以这个区间很大 这个区间一二五零零到 对这边有三千点 这边有三千点 所以我刚才说在农历年前 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追高 原因是因为现在光是收盘的价位距离月线 就大概有将近快一千点的距离 那更不用讲 如果你要回到一万两千五百点 那是更远的距离 所以当你现在在追高 看台北股市追高的过程当中 要特别留意 你现在的风险是相对比较高 我不是说没机会 而是你要等到机会大于风险的时候 我们再选择进场 而不是现在你去追高 不管是你要再去加码台积电 或者是联发科 其实现在来说 外资都已经比较保守 千万不要在外资心态已经转趋保守 甚至有些部分调节的时候 你要跳进去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 好 不过昨天的这个重点之一 帮大家来看到是在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昨天发表他们这个旗舰晶片 那他基本上主打高阶市场之外 他也带动到台积电 他又是六奈米 也就是说他这款 接下来是瞄准 接下来今年整年的5G商机 这个新晶片我已经怎么看 他对于这个联发科 在今年的量能的提升部分来说 有没有直接的帮助 好 外资 其实现在目前普遍大型的外资 在联发科的目标价上面 都已经给到了 超过一千块的目标价 现在大概就是九百块附近 所以还有一些些距离 那今年在这个联发科的表现上面 除了第三季的毛利率 已经在百分之四三点七之外 第四季在营收持续不断创高的过程里面 预计也有往上挑战 四十五%毛利率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累积到去年为止 到十二月份的营收 全年度的YOY 就是年成长是来到百分之四十七 这个是出乎去年市场上 原先的预期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所以在今年跟明年的表现上面 普遍外资 比较新的都说联发科 今年明年有机会挑战 四到五个股本的机会 那么就目前看起来 它的目标价 可能还有上修的空间 所以其实联发科的表现 可能在未来 一旦碰到它有压回修正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联发科 后续的一个股价布局的机会 好 就在今天行情部分 那目前来说期货是开在这个 开小高的一个格局提供给大家 明月同学首席我们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